店長 現在我才知道 必來找 소년 台灣出文了 怎麼出文 我們的經濟成長力比別人差 我們的競爭力 全世界排行掉到11名 那是我們有一個全世界第一的 蛤 台灣要出運 是 喜勝率 蛤 太可怕了 對 是全球第一 本來都找不到原因 最近找到了 是什麼 它很紅 很紅 而且已經是吃了42年了 天啊 從我爸爸吃到現在 你今天幾歲 節目上看到你 你吃毒澱粉吃到不行嗎 我最沒吃42年 我跟你講真的 大家都是從小吃到大 實在是太可怕了 對 而且我們現在才發現 原本我們以為只有某些食物 什麼粉圓 板條這些東西裡面有 現在發現沒有 還有更多更多 我們意想不到的食物裡面 其實都有毒 而且現在你知道的 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在冰山下面的 可能還有10倍 20倍的 還沒有檢驗到 沒有檢驗到 不代表沒有 對 那今天呢 我們就要教所有的觀眾朋友 到底哪些東西有毒不能碰 到底哪些東西 我們已經吃下肚 它毒在身體裡面 我們要怎麼樣去解毒呢 這應該是現在 我們最重要的一個功課了 先來歡迎我們今天的來賓 首先歡迎到的是妍瑾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妍瑾 歡迎人好 哈囉 大家好 歡迎家瑋 大家好 對 那我們今天既然是要驗毒的話 第一個請到的當然是國內的 讀物科的主任 他現在也是首屈一職的 對 首屈一職的 超人氣的林職人 林職人很忙喔 講到順丁西二酸對不對 對 我們請到 是西二老師 真的 花明子 道歉 黃老師 很紅的我跟你說 不是啦 不是 不是 今天我們請到的是生肌飲食的專家 黃老師說 以後就叫我黃老師 叫我名勇老師 歡迎家瑋老師 大家好 我不是那個黃老師喔 我教大家排毒 我不是給你 我覺得姓黃都好可憐喔 王老師 姬妹妹 你最近都吃什麼 憲哥你真的問倒我了 我最近真的不知道該給孩子吃什麼 對 我們以前都說吃飽味 現在都問說 你現在都吃什麼 而且我跟你講 之前是講說 要吃真的食物 對 因為現在毒澱粉很厲害 結果發現 吃真食物 好像也不是OK喔 對 你知道現在被查封的 順丁西二酸已經超過 300多公噸喔 喔 天啊 噸啦 也多公噸喔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台灣的醫療 越來越發達 你只會因為你本身對這個 毒物的一個研究 國內是首屈一指的 而且你也常常呼籲 我們這個不能吃 那個不能吃 我們以前都不相信 這樣是不是怎麼樣 現在真的完全相信 真的這個也不能吃 那個也不能吃 吃這個也養 吃那個也養 那我們洗腎的比例這麼高 到底它的原因是什麼 當然國內洗腎的原因很多 對 不能說它是唯一的原因 它是可能是 胸口之一啦 還是幫胸之一啦 對 因為它本身的話 對我們腎臟病的人來講 它可能毒性是高的 因為它會傷害腎下管 你腎臟是解毒季寬嘛 你不好了又吃毒 那當然對它是高危險的 但對一般人來講 大家不要恐慌了 它算是低毒性的啦 所以我們今天會說 假如你可能會被傷害到的話 對 就是你餐餐 常常吃它 今年累夜吃它 吃個一二十年 那你要檢查一下 喔 那我跟妳講 並不是說 你每個吃到 就會中獎啦 不是這樣 我跟妳說主任 你知道這個新聞出來之後 我們今天真的抱著非常沉重 而且無奈的心情 對 就是來討論這件事情 真的 不知道妳吃什麼 配心澱粉真的很可怕 而且我們一天可能三餐 我們都吃得到 對 所以我們很容易 所以就是累積到那個 那個量 就已經過量了 對 所以啊 大家看到這些新聞之後啊 有沒有驚覺 自己好像每天也在吃 我有 而且我心情非常的不好 我剛剛在化妝間裡面 就開始一直發飆說 我還能吃什麼 對 還能吃什麼 天啊 所以你平常最喜歡吃什麼樣的食物 看我的那個圖板就知道了 那是水餃啊 水餃皮 然後 麵條啊 麵條有問題 勾芡類的啊 勾芡類的啊 勾芡類的 紅豆餅啊 有問題 肉丸啊 有問題 肉丸啊 然後平常喜歡吃飯 好完蛋了 豆花 然後布丁我也都很愛吃 顏芸 因為你喜歡吃的這些 其實都是台灣著名的小吃 小吃 對啊 這個普遍台灣小吃 而且我家住夜市附近 完蛋了 完了 所以每天都在夜市走來走去 對啊 所以你兩百塊就可以吃五六樣了 對 沒錯 所以你之前有感覺到身體有哪些異狀嗎 通常不好算身體 好帥喔 好笑喔 剛才主任也常常講說會造成那個 對 主任常常都講耶 雙友的都會吃雞肉丸 對 你聽有引起膀胱炎嗎 我是常常膀胱炎啊 然後膀胱炎到那個 腎發炎這樣 因為你家住夜市旁邊 我這樣想一想 是不是跟這個有關係 因為我的功能好像 沒有辦法像一般人排毒排那麼多 這個沒關係啦 因為膀胱炎喔 是細菌感染的 喔 而且實際上女孩子都會啦 真的 那人好像那種台灣小吃 你應該也很喜歡吧 我很愛 早餐就會吃Sandwich 麵包你玩啦 麵包 三明治 三明治有澱粉嗎 三明治 它蔬菜耶 不是啊 三明治有麵包就有澱粉啦 有澱粉不行嗎 吐司耶 好沒關係 然後這是什麼三合一咖啡喔 對對 那裡面你有奶球對不對 對有奶球 沒有我現在是加牛奶 我知道後來那個 是是是 有事情發生了 那之前有用過奶精嗎 以前有啦 然後後來發生事情以後就嚇到 但你中午看起來還蠻健康啊 對啊中午就吃一面 牛丸啦 牛排牛排好吃 牛排還有蔬菜啊 牛肉和蔬菜啊 這應該沒有問題 不一定喔 等一下就知道 看起來蠻健康的 看起來很健康 然後這是之前 你會不會對自己太好了 下午茶吃嗎 你還吃下午茶喔 沒有 因為那時候Lina懷孕嘛 然後就跟她一起吃 就是她愛吃那種泡芙啊 然後愛喝那種珍珠的 真的 完了 這已經完蛋了 這已經針到了 她懷孕的時候吃珍珠 哇 利用她懷孕的味道 她好會嚇人 不是 因為我們那時候都不知道 有這件事情啊 對啊 然後那時候孕婦已經最大嘛 好可怕喔 想喝什麼 人不一定會買給你喝對不對 我是沒有很愛吃珍珠 可是我小孩真的好愛 對啊 然後我們都不知道 然後再來是晚餐 就是肉跟麵 好吃啊 跟眼睛一樣 然後肉圓 肉圓 一天一個就夠了 魚丸湯 魚丸湯 貢丸湯 對貢丸湯魚丸湯嘛 對 對 尤其是肉跟麵 跟意麵 是我最愛吃的東西 真的 然後宵夜是炒米粉 豬血糕 豬血糕 跟那個 水晶餃 水晶餃 水晶餃也中耶 水晶餃我覺得QQ 恭喜喔 水晶餃也中耶 水晶餃已經知道有了喔 對啊 水晶餃QQ的喝了 我老公也好愛吃水晶餃喔 廠商們啊 你們有良心 良心在哪裡啊 他們也不知道啊 真可惡 好吧 那來看一下嘉文都吃什麼 因為我之前本來就是腎臟就有問題了 對 然後我都一直覺得 因為我吃了很多藥嘛 很多保健食品 你以為是吃藥 但是我不知道這個事情有沒有 也是對我的身體有影響 因為我也是早上 大部分就是麵包 麵包 麵包 然後再來中午好像還好 沒有 早上最右邊那是什麼 這是豆漿跟牛奶 哇 應該也差不多了啦 豆漿應該有 你們幹嘛 沒有啊 他講我不能講湯啊 但是我跟你說我本來以為 我本來以為 我本來以為中午我們都來棚內吃便當 那吃便當我都不吃米飯 我吃菜 我想說沒事 可是我前幾天說那個炸那個 是不是也是有 有 有有有 那個粉 炸的粉 所以呢 寧願吃飯都不要吃那些 OK 然後豆花我本身也有 豆花已經種了 可以爆殺了嗎 然後什麼仙草豆花 哇 仙草豆 什麼偶銀 那個 那個更長的 那個更長的 因為我覺得豆花 豆花是黃豆腐的 水餃也有 麵食 晚餐嘛對不對 包子 右邊又是豆漿 其實你吃的已經算是比較 比較健康的 很普遍 你不覺得這些東西都很普遍了嗎 就每天基本上走在馬路上有吃的 要不然還有什麼可以選 不過家文是不是之前也是腎臟曾經有出過毛病 我那個時候是慢性腎臟炎 轉急性腎於炎 然後我去看醫生的時候是因為我左邊覺得很脹 就是有點痠痛 然後我是去推拿的時候 那個推拿的阿姨很有經驗 他就這樣子摸摸摸 他就說你又沒有運動 你怎麼可能會扭到 你的筋跟骨都肉都在正確的位置 他說但是我是趴著要油壓嘛 他說可是我這樣看我覺得你左邊有點腫腫 他說我建議你去看醫生 是 結果我隔天去檢查 醫生就說你就是再晚來一個禮拜 他就笑笑說你再晚來一個禮拜 你就每天都要來找我了 然後我還說我找你要幹嘛 他說你就是要來洗腎 天啊 那你遇到貴人了 真的 阿姨在哪裡 我要去按 在延期間 那我也想找阿姨按一下 你們怎麼可以節目解釋以後再講 我跟你說 我們每天也很痠 真的啊 而且我跟你說 我後來還在想說 萬一那一天阿姨為了賺錢硬按 不知道後果會怎麼樣 原來阿姨紅了 真的 他給他看啊 因為如果 你們應該去找林醫師檢查一下 對啊 找阿姨虧 我們來看看到底大家有沒有中獎 哇我們製作單位 喝一碗 炸雞排 炸雞排 我們準備這一歲要有口味了 好美味喔 霸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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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跟湯 霸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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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灣每天要吃25萬片 每天 我剛剛以為是看錯了 我以為是一個月 是每天要吃25萬片 101可以 對比10座的101 一天 一天 這不是只有我 而且你如果說 可是一年20片很容易達到 不是 有一些人一個月就達到 對啊 不是 很多我們國中生他下班了 下課的時候 阿嬤 阿嬤就帶去了 不用阿嬤帶我們都自己下課就好了 因為孫子想要吃 以前我們兩個小孩想要吃 阿嬤一定比較多也要吃 而且憲哥我跟你講 你看看前面我們這些棚裡的小孩 對 昨天為了就是他們今天要去準備這個 已經知道他不可以吃有毒喔 對 全公司人一人一片 這是怎樣 還吃 因為雞排真的太香 是不是很香啊 很難忍耐 沒關係 我們請問王老師 到底什麼東西你加進去的 對不對 其實這次 不是你加進去的 不是我加的 以前你上次跟我講Q彈 對 那現在好像不是Q彈的也有 沒有錯 那到底什麼東西可以吃 應該就是說很多澱粉類的製品 因為他早期我們知道有一些 總共有21項合法的修飾澱粉 他可以加進去 所謂修飾就是說 可能讓它變Q 可能讓它炸起來變酥 對 那這是合法的 這是國家允許你用到一個量 對 那這次用這個是 根本就是不是人吃的東西 就加進去 對 這個是用在什麼油漆上 這不是修飾澱粉 工業用的 對 所以變成說 放在這些產品裡面你看喔 包含你看花粿 甚至現在爆發的這個 所謂的什麼 那種QQ 幾瓜圓 蚵蚵 蚵蚵 你剛才講的 你們剛才牌子裡面 三個幾乎全部都中獎 全部都中獎 沒有一個沒有中獎 包含現在的豆花 這都是台灣小吃啊 對 包含那個什麼 糕 肉雞 丸子 那當然麵條它不要那麼緊張啦 還有一個麵包不要那麼緊張 因為麵包麵粉 它不需要Q彈的 它是要發酵的 所以它基本上應該是不會油 那麵條的話 當然有 有一種麵條比較Q的那種 有 或者是像我們現在吃的 蚵條那種 對 蚵條那種 那個米苔木 米苔木 或者是烏龍麵 就是那種很Q的那種 拉麵有點QQ的 異麵呢 異麵比較不會油 YES 因為或者像那個 我們以前早期 我們自己做過那個米苔木 大家都知道 米苔木真的用米下去糊 那種會浮起來 會浮起來 現在喔 現在不是很長的 斷一斷像橡皮筋這樣 Q的就斷著 對 那個可疑性就非常非常高就對了 是 主任我想請教一個問題啊 因為你知道其實大家現在真的非常恐慌 那是說有的店家有可能有呢 還是說其實現在這些食物幾乎都種了 其實應該是有的店家有 有的店家沒有 所以我們也不能打翻一船 對 而且現在有拒絕嘛 從六月一號開始 是 就是要拒絕說 要寫保證 對對對 我給你的店家賣的都是沒毒的 喔 你說上有的原料 對 對 而且政府會抽查 抽查到喔 要移送法辦 衛造文書嘛 不過主任我跟你報告一下 全省抽查人員才400個 你說他有 所以現在最忙的是檢驗公司啊 對啊 你看主任早下這樣 對 對啊 很忙耶 檢驗公司其實大家不要太相信啦 那個為什麼你知道嗎 為什麼是 因為檢驗公司喔 只針對他送來的樣品負責 是 而且喔 還是有良心 沒良心的廠商送個很好的樣品 去檢驗公司 拿個很好的報告 貼著 然後開始賣黑心的 但是實際上買的不一樣對不對 對 所以還是要從源頭去找 所以 所以事實上 你說看檢驗嗎 其實也不一定自尊 但是這是沒辦法中的辦法 是 因為這些小攤販 沒辦法過日子啦 對 你看 那玩堆積如山 他也不知道 天堆積如山 對 你叫他怎麼生活啊 這個瞬丁吸二酸 吃一點點就會面臨喜慎 對 所以喔 我們現在真抽查出來 你注意看喔 剛才提到的 60公斤的成分 它可以忍受大概 這個0.03公克每天 很少耶 這是一天喔 一天啊 所以 我們看到的這些食物 只要吃到一養就重了 所以你注意看 像珍珠粉有一定那個 拌碗 就說一杯就有啦 一杯大概就有 一杯都超過了 對 絕對超過 一杯就有超過 一杯就有超過 然後肉碗一天 如果你又配一個蚵鏈 蚵鏈 一定會配的啊 1.5根超過啊 一般那種 一隻的那個 再來天婦羅兩片 一碗甜不辣 就超過了 天啊 肉碗一碗兩顆 肉碗 一碗兩顆 肉碗 再來板條 一碗 完了 再來豆花 豆花就要吃多一點 四三碗 欸如果像顏謹住在夜市走一輪的話 已經超過大概一個月的量 他要四倍五倍了啦 我心情很沉重 我想說我保險要不要多保一點 而且我越講我腎越痛 你很誇張 不舒服 你是不是感覺 對啊 對我們正常人可能還好 因為水溶性你多喝水多尿尿 多運動多流汗 可能排除的速度比較快 但是像家瑋你就要特別注意 因為你是在我們台灣有270萬 這個所謂慢性腎臟病患 你是應該算其中一 是 就回來 學會破解黑心澱粉 全民大氣毒 現在發現大家 真的 只要你 無有神農藏白草 你真的有個子耶 真的 我吃 這兩種對不對 對… 吃看看哪一個比較好吃 這也是 又更Q耶 我要跟觀眾朋友 還有跟大家講是不是 熱的你都吃不出來 上冰水冷的你就分辨 對 馬腳都要露出來 冰過之後還是這麼Q的 就是不可以吃的 對 奶茶 珍珠 你看都是冰水的 對 奶茶 珍珠 對 奶茶 還那麼Q 為什麼那個很Q 超Q的 是那種腎院跟我這種 膀胱發炎引起的腎發炎 一樣嗎 那你要注意是 因為你不能一直這樣 你長期如果一直發炎 也會變成腎臟和慢性發炎 因為我以前也是先從膀胱炎 我是尿道炎 膀胱炎 所以你要小心注意了現在 所以你是前期喔 他是後期喔 你要肯定會見 對 我們要請問主任喔 外面的東西 因為可能是路邊的小吃店 他可能不知道 對 那我現在花更多的錢 我花三倍的錢 我到有機店去 買一碗豆花來吃 聽說也重 昨天笑得好可愛喔 有機店不就是健康的東西嗎 有機店不就是健康的東西嗎 那這個是什麼原因啊 其實喔 他上次蠻注意他的商議 對啊 他要求他買的這個粉 就是加在豆花裡面的粉 是 一定要有證明 要有證明 沒有啊 廠商就送證明給他 對啊沒有啊 完全沒有 是 結果粉很貴啊 是一等級的 三倍啊 對啊 一般的價錢的好幾倍 有機啊 對 加一加結果 來抽查 中獎 那他被騙了是嗎 是粉的問題啊 是黃豆的問題 是粉的問題 不是有機黃豆的問題 不是 他這樣很誤會 對啊 所以他也是被害者 他原料是乾淨 還是有機 他就是 大家就是要學習啦 我們去買東西 喔常常說 付個SXS 是 證明你就很安心 不是這樣的啦 檢驗公司 只對送來的樣品負責 對 又不是政府去抽查的 政府抽查 財政的有公信力 所以其實 這些廠商也要學聰明啦 以後他們 即使附上什麼證明 你自己最好買過來 再送錢一次 對 因為你商譽一旦破壞 很難恢復 很難恢復 大家都怕 對啊 不過主任我要請問你一下 你剛剛點到的這一些 都是有毒澱粉 對 但是像聽說 這個孕婦坐月子 坐月子吃的 很喜歡吃的那個油漬啊 還有豬肝啊 那個動物的內障 也有毒澱粉 真的假的 為什麼 那是怎麼可能會有毒澱粉 你是每個月就是 驚奇結束 一定要來個那個豬肝湯啊 還有腰子啊 其實這個是有聽說啦 對 就是毒澱粉喔 要銷毀嘛 對 他們乾脆就去餵豬吃 然後 豬也會 殘留在內障 對 那我們之前吃的 就是之後吃的才會有事情 現在吃還不會有事就對了 應該慢慢慢慢就沒事了 因為已經 已經消毀了 已經消毀三百多噸了 那去餵豬吃 大家很擔心 豬的內障會不會 豬的肉會不會 會不會殘留 其實不會啦 其實 其實內障喔 不是這個問題啦 內障本身喔 牠在養殖過程中 給牠餵的抗生素 生長會 其他的問題 對 牠就會累積在內障裡啊 像我們一樣啊 對 吃了牠也是在肝臟腎腎處理啊 所以 動物吃了你還是會吃到 而且你餵豬 會不會 長梅了會不會餵牠吃 會啊 會 當然會啊 對啊 那每一件毒素會累積在哪裡 累積在肝腎嘛 對啊 你又把它吃回來 蛤 那姜文你喜歡吃這些什麼 對啊 因為從小媽媽就會說 什麼生理期之後要吃豬肝 補血 補血 然後老人家好愛點什麼麻油 什麼 什麼有的沒有的 麻油炒腰子 對啊 你們只是MC來吃一次 你知道我們坐月子的時候 沒錯 不是你知道我第一週 豬肝 早中晚三餐都吃豬肝 吃七天 對 21晚 我吃到第四天真的很想罵人 因為就吃到想吐 還有雞腳也吃完了 然後 第三個禮拜 就開始吃豬腰 早中晚吃三餐 對 吃七天 你說我那毒素是不是 而且不是太太吃 太太吃到膩了 老公也要跟著吃 因為剩下的就是泥鹹鹹鹹的 對啊 你說我們那毒素累積是不是太多了 而且不是太太先生吃 小胚皮也吃 對 你要餵她吃天 好可憐 原來毒辣粉就在我們自己身上 好可怕 我都起雞皮疙瘩 天啊 不過主任我要請問一下 聽說在國外有一個研究報告 就是低蛋白的一個飲食 對腎臟病來講是有幫助的 不過根據您的研究 反而是傷腎 這到底是為什麼會有這麼反大 其實說不是明顯的傷腎 但是最起碼 在國外吃低蛋白 慢性腎臟病會穩定下來 尿毒會穩定下來 所以你可以延長洗腎時間 對 對 我可以說 本來三年就要洗腎了 我吃低蛋白變六年洗腎 對 所以因為讓你腎臟減少負擔 對 低蛋白很辛苦 為什麼 吃不飽 你一天只能吃四兩肉 一點點 我們吃一隻雞腿就飽了 對 他吃一點點肉 都拌餓肚子 好可憐 然後 他問我要怎麼辦 我們就說 你就是去吃那種澱粉類的 對 對啊 透明的啦 是 混泥啦 不好玩啦 哪知道去加這種東西 對啊 對啊 我拿過來驗算 四百多人都追蹤兩年以上 是 吃低蛋白的 反而沒有吃咖蛋白的來得好 而且 白費功夫 而且不只白費功夫 加速嘛 對 因為他們粉來清 那個腎功能就不是那麼好 本來可以 可以延長三年變成一年就去洗啦 因為他加速他破壞嘛 不過真的現在來講是人心惶惶 對 沒有老師 現在要怎麼去辯證 真的還是假的 我們可以現場來 要教我們 對教你怎麼來辯證 對 所以我是這個教大家排毒的王老師 排毒的王老師 對 好 那這個現場喔 因為現在發現大家現在剛Q的就怕了 怕 有Q彈的都會怕 所以今天我現場這個為了節目 我們會揉一揉自己做 做好要來 這是地瓜園 給大家來試一下 而且喔 等一下教大家怎麼分辨 所以我們請那個仁豪來 是 你喜歡吃 剛剛裡面有寫說你喜歡吃 沒關係 我吃 我吃 你先試試看這兩個都是 幫我打電話 對對對 我會幫你打給妮娜 我會幫你打給妮娜 不用 黎醫師在這邊 林教授在這邊 林教授在這邊 林教授會幫你解釋 這兩種嘛對不對 你可以直接從口感 哪一個比較好吃 你可以試試看 你想吃喔 你是肚子餓是不是 對我想要試看看就是 看哪一個比較好吃 口感味道啦 都是王老師做的 你可以試試看 那個口感好不好 Q不Q 我可以咬咬不要蹲進去啊 這個其實還蠻Q的 我不敢吃進去啊 這應該是真的吧 這個也是地瓜魚 這也是地瓜魚 這也是地瓜魚 當然啦只是 不管形狀顏色味道這樣一樣 對 這更Q欸 可是這個手感摸起來 沒有剛剛那個Q 所以佳玟從手感 你從口感對 口感 這個吃進去以後感覺 Q不Q Q不Q 香不香 哪一個比較Q 有沒有地瓜味 有 這個地瓜味比較濃 其實這兩個齁 一個是我做的 一個是外面買的 哪一個會有試 哪一個會有試 等候你再確認一下是 白的比較Q 還是紅的比較Q 你覺得哪一個是我做的 我覺得啊 我也可以分別 我覺得好像是 紅的是老師做的 這個是你做的吧 好 那你覺得 一個選紅 一個選白 因為這感覺變得比較多 好 我做的是比較可愛那一個 就是這個 喔 那我這個是 純天然只有 一條漢肌 對 蓮藕粉 蓮藕粉 喔 蓮藕粉 我用這個蓮藕粉現在比較 相對安全感度 而且比較營養 就揉出來 做出來的 所以嚴肌選的是對的 就這兩個東西 連藏水都沒有加 這個吃起來有粉粉的感覺 就Q 雖然很Q 可是你咬下去 它有那種好像粉沒有散開的那種感覺 另外我要跟觀眾朋友提 還有跟大家講的就是 因為這都是 剛煮好這個這個 所以其實在口感上 你會很難分出來 都Q 因為我這個做的也很Q 有沒有 那我們一般的觀眾朋友 怎麼辦 怎麼辦 好買回去 買回去對 冷藏 幾個小時 不用冷藏 一般我們吃那個剉冰 或吃那個粉圓 都會加冰塊 對 現在都吃冰還不吃夏天 所以你冰的時候 你給它放一陣子 先不要吃 放個半個鐘 或者甚至你拿 買回家沒吃完 第二天冰先拿出來吃 對 你們吃吃看這兩個 不要拿喔 這就不Q了 這筷子 這裡頭有帶 就是沒有那麼有嚼勁的感覺 這就是剛才 林主任講的 它的澱粉就會老化 對 那你吃看這個 這個還是很Q欸 沒看喔 這個軟軟的 這Q不Q 這個超Q的 所以你看喔 這麼Q 這個是熱的 熱的你都吃不出來 但是 一放冰水冷的你就分辨出來 對 馬腳就露出來 冰過之後還是這麼Q的 就是不能吃的 所以你會發現 現在你買的那個什麼 奶茶 珍珠 你看都是冰水的 還那麼Q 為什麼那個都Q 超Q的 其實我覺得最好 像做這個其實並不難 不難 我覺得現在媽媽們 可以自己在家裡 帶著小孩一起做都可以 像這個是生的 這是我今天下午來的 蘑菇 蘑菇跟蘑菇 兩個 沒有其他的東西 一比一 你只要蘑菇兩條 蒸熟 大概等比例的蘑菇 蘑菇比較貴一點 然後去揉是嗎 如果省錢一點就是太白粉 對 加一點 對 所以一樣喔 比照辦理的方法 各位你會比較清楚 這是肉圓嗎 這是肉圓的皮 這是外面 所以你外面買的 跟這個我們剛才現場 現做的 蛤這個也太硬了吧 這個已經 這是餅乾吧 有聲音耶 這是餅乾吧 你看這個 QQ的你看 人好應該不敢再吃一下 揉冬的你看 差那麼多 沒有 這不用吃 這不用吃 光這個 不過王老師我們已經吃了四十幾年了 全身都是毒的 怎麼辦 你能不能教我們一下 叫人要叫人叫老闆 對 教我們如何解毒一下 好 沒問題 等一下我們要教大家怎麼吃 來排毒 好 您已經吃了太多毒澱粉嗎 專家解毒秘方大公開 現在王老師要教我們用 對 其實這個 現在天然食物裡面 在美國他們現在已經有 做過這個研究 對 就是說 美國他們發現這個 它只要大概120公克 它就可以順利的排出 大概70公克這個順序 這個很像 其實這個現在天然食物裡面 在美國他們現在已經有 做過這個研究 對 就是說 美國他們發現這個 肝胺酸這個成分 它只要大概 120公克 它就可以順利的排出 大概70公克這個順序 是 對 而且也可以修復這個 受損的這個所謂肝臟的 腎臟的細胞 腎臟的問題 所以大概像他們現在發現 大概吃38克 OK啊 一天是不是 對 一天 雞胸肉大概55公克 OK啊 雞胸肉也很常吃 對… 所以還有一個在雞腳 雞腳也很累 要高溫 高溫你會變性 那個胺基酸會變性 另外就是這個 大豆蛋白 大豆蛋白裡面 大概有76公克的大豆蛋白 對 那大豆蛋白 在什麼地方有啊 豆漿嗎 或豆製品 可是如果單純大豆蛋白 76公克要吃得滿多的 對… 明友老師 像那個雞胸肉的話 就可以解毒 可是炸雞排不行 是因為它的粉是有問題的 是 因為現在這次發現是那個 地瓜粉嘛 對 沾的那個去炸的那個素炸粉 裡面有這個成分 這個海菜 海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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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比較容易做到的 對… 而且它負擔會比較低喔 對… 因為你前面你看吃豬皮 你怕膽固醇太高 對啊… 你也勝進化 結果你中方這樣也不好 所以這個最安全 對… 他說雞胸肉是會解毒 粉有毒 這樣一起吃 就是… 就變… 毒沒有那麼嚴重啊 這個意思好像 你喝了農藥 再去吃解藥的意思 傷害已經造成了 這個不能有救心態 對…不能叫你… 對… 所以林主任我們趕快來交交 像這種不瞭解狀況 其實這個是我寫的啦 對… 這是1996年 Kini International 我們就是 腥脹科全世界 排名第二個的雜誌 對… 它做的動物實驗 它給動物 那結果沒有吃解毒器的動物 尿毒 喔… 它給牠 另外一群動物 就是老鼠 給牠吃這個2%而已 肝氨酸的水容易 是… 就… 吃一吃 這個尿毒都完全正常 就這樣下來 對… 完全就是… 牠本身的話 就不會受到傷害 所以… 我就這樣… 1.7公克的肝氨酸 需要多少 對…換算回來 換算回來的 對… 所以才有說 豬皮多少啦… 豬腳多少啦… 雞胸肉多少 對… 所以你吃這個一定… 綽綽有餘啦 不要吃太多啦 這麼少就有效了 吃太多尿酸會太多 但是… 因為牠喝的是… 對… 喝的是2% 所以98%是水 所以大家還要多喝水 好… 吃了這些加多喝水 對… 多喝水… 什麼叫多喝水呢 尿尿出來是透明的 還是淡淡黃色 這樣就沒問題了 這個是可以安定人心的 對啦… 不過還是有人很擔心說 我到底有沒有中毒 其實… 有沒有… 教我們一個簡單的試驗 很簡單… 很簡單… 就是… 你早上第一泡尿流下來 去買個尿的柿子 藥黃啦… 還是什麼… 醫學材料行… 有沒有在醫院旁邊 都有拿什麼… 在賣醫療… 醫療器材的… 對… 都有… 就跟他說這要買尿的柿子 廟裡面沒有葡萄糖 你不用擔心了 不過因為現在真的 因為這樣子 大家才關心台灣的那個 洗腎人口 為什麼這麼多 但是平常我們有很多 錯誤的行為 真的 讓你早一點的進入 洗腎的行列 對… 行為錯誤也會洗腎 好可怕 有… 我們現在一個來… 一個一個來檢驗一下 好… 第一個 多運動 加速洗腎危機 讓你提早前進洗腎中心 運動不是很多 不能… 不是… 平常的觀念就是多運動啊 不是… 好不容易要養成運動的習慣 不是排毒嗎 你才剛剛養成運動的習慣 因為我以前就是 我覺得任何人都知道 運動很重要 對… 可是要養成運動的習慣是 有一點難的 需要一點耐性跟耐力 對…那我好不容易就是 讓自己養成了一個習慣 所以我剛剛看我有點嚇人 所以你現在每天的 運動量是多大 我就是… 我就看如果說 比如說我那天要跳 75分鐘的正多演 那我那天就會只有這一項 可是如果我是跳比如說30分鐘的 你跳75分鐘 你膝蓋不會痛喔 我跟你說 不是只有膝蓋痛 是全身都痛 那就我要送急診了 那這樣不好耶 還好 但如果我是大概跳30分鐘的 我大概就會… 因為我們家住12樓嘛 我就會坐電梯坐到10樓 然後大概爬兩層樓的樓梯這樣 就配合一下 就是還是找機會讓自己動一動 對 比較不會膩 但是他的運動 除了跳75分鐘的還算… 還好啊 走路啊 瑜伽這種都還好 對 那人豪的運動呢 因為我… 你運動量很大 對 我最近才說 我今天才跟妹妹講 我今天才去你們那邊的民宿前面 滑了兩公里的 海灘 滑了兩公里的 海裡面滑 對 一個禮拜就兩次 對 然後平常的日子就是 可能收工以後 晚上可能帶個狗狗去散步 那是不是有遇過好心的伯伯 有教過你怎麼顧腎臟 他是說要這樣子 你們怎麼都可以遇到 就是好阿姨跟好伯伯教你們做什麼啊 不是那個好伯伯喔 不是那個好伯伯喔 他說要這樣子空的 畢竟我們平常有在拜拜啊 然後要這樣輕輕的拍打 怎麼樣 他說這樣子可以活化腎臟的細胞 一定要空的喔 不能濕的喔 他說不能是這樣子拍喔 不能硬打 對 他說是要這樣子每天有空的話 因為這樣打完又發炎了 不是 他說不能用力打 你看我的力道是輕輕的 空的 這樣打會怎樣 他說因為腎臟呢 他本身他自己的需要靠外力去 可能去拍打他 增加他活化的速度 增加運轉的速度 所以呢 基本上他說你沒事的時候 他會稍微就拍個20下 我看到連主任都在翻白眼 不是啊 這個是中醫的理論 他是說 腎臟的經絡有通過那邊 對 活腸他的經絡 可能對你有幫助 他並不是一直打腎臟把他打眼睛 對 他就說有 就每一天大概拍個三次 就像按摩一樣 對 就是讓他稍微加熱一下 對 是 可是主任運動 運動真的這樣很讓大家跌破眼鏡 我們講的是過度運動 過度 什麼叫過度 什麼運動叫過度運動 像我是沒有這種煩惱 我運動的 其實很簡單 像我們的 真的對我們身體最有幫助的 是中度的運動 就是把你的 220 減掉你的年齡 對 然後 然後乘以 乘以0.9 就是你的 對 0.9以上心跳就是比較激烈的運動 對 有一點的 我們希望是0.7就好了 是 乘以0.7就好了 大概在120到130中間 中年人 這個安全 大概在120到130 中年人 所以心跳如果超過那邊 就變成過激烈的運動 對 過激烈 而且持續的 所以如果是運動員 他們離腎臟有發炎的機會 有比較高 對 就是腎臟傷害的機會比較大 很多啊 鋼丁師對抗 什麼 對 一堆喔 我以前對 那個我們親眼看到學長被操到 就死掉 蛤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以前我們要正報 要穿那個正報裝 要拿著盾牌 悶的 這麼熱 你看現在幾度 35度 穿那個再操演 結果操演之後 就剛才那個丁主人講了 恆魂機 對 那個瞬間暴斃 救不回來 加上熱衰竭 又加上剛才恆魂機溶解 恆魂機溶解掉 恆魂機溶解 那一散 甲離子都跑出來 心臟馬上麻痺 那為什麼會溶解 就是因為過度 過度啦 是不是有那個 血統 血統那個青蛙跳被滑 也是什麼 對 恆魂機溶解 我們最怕什麼 運動完出來尿尿是 可樂顏色 可樂顏色 對 那個就是恆魂機溶解 真的嚴重的話一下死掉 地震為什麼會死掉 地震壓到不會死 你抬起來那一扇 為什麼 肌肉溶解 甲離子跑出來 馬上心臟麻痺 所以後來他們有經驗 先打點滴 再把這個石頭扳起來 所以 所以家瑋你挑那個 症多焰你就要注意 你不要挑到最後變症多痛 你知道嗎 真的啦 跳到那個肌肉太痠了 那為什麼過度的運動 會傷到腎 對啊 就是恆魂機溶解後 雞蛋白氣塞住剩 所以你先可樂顏色 然後再來就沒尿 所以如果我們運動完之後 去尿尿看一下自己 有沒有太過度 但是就好能夠補充水分 真的要補充水分 如果發現可樂的顏色 要趕快送出水 對 我們來看我們第二個 可能會有的錯誤觀念 我看了又我嚇了一跳 對 第二個錯誤的行為 大口吃牛排 小口沒問題嗎 對啊 腎臟壞光光 怎麼可能 而且大家都說 牛肉是補充鐵質啊 對啊 而且運動員都會吃牛肉來補 我就很愛吃牛排啊 你愛到什麼地步 我們 自己滿會在煮對不對 會 我們三天附近就有一間 那個大塊牛排 然後我就一個禮拜 要吃兩三次牛排 因為我很愛吃肉 如果沒有吃牛排 我也要吃燒肉 然後如果沒有吃到 我要去大陸發了 買一塊回來煎 自己煎 吃肉就是要大口大口吃啊 因為就是澱粉類少吃 多吃一點肉 沒錯 大家好像都有這種觀念啊 而且吃牛肉比較不會胖啊 我是聽說有醫學報道說 吃紅肉不太好吃 不過 因為我們像 我的運動量比較大 所以我又不能夠吃澱粉 因為一吃澱粉 就會變胖 所以就吃牛肉 像我是比較健康 我是去那種大賣場 像Costco買那種 自己買回來煎 自己煎 然後不加任何的粉 可是這樣子也有問題 而且我昨天晚上才在大陸發 會啊 這樣也有問題 好緊張啊 現在是怎樣啊 吃進毒澱粉怎麼辦 專家特調排毒沙拉來救命 王老師你今天要教我們 就是排毒的料理 對 一般我們剛才多喝水也是可以 另外一個 它有一個好處 它的鹼性 對 另外一個 可以解這個腎 幫助腎臟排毒的好處 對 像我今天主題是中鎖的 對 這有六種裡面都有 明明老師每次來介紹的料理 都好吃又養成 對 我們就把它製作 很像很香 那味道就出來了 現在大家一起解讀了 現在大家一起解讀了 好 現在才知道 邀請理財消費好手上節目了 不管你是超會買 超會省超會投資 都趕緊來報名參加 詳情請上官方部落格 黃老師為什麼大口吃牛排 腎臟會壞光棒 其實對啦 小口吃比較重要 為什麼 其實不是說小口吃是亮 亮 還有一個你的烹調方式 是 我不知道各位你吃牛排 你這樣煎 有沒有會焦掉的 有啊 我就叫它兩邊稍微焦 焦一點點香 那我還好 那你又要暖啊 還有一個 你會不會沾醬 會 還是你用什麼料 灑鹽跟灑膠 灑鹽跟灑膠 所以你一定都會比較鹹 那其實牛排本身 你不要以為它都是瘦的 其實它的脂肪含量很高 對 那加上如果你烹調過度 像油脂冒煙 也會產生一些致癌物 抗癌這個氧化物質 那肉燒焦大家都知道 現在已經有確定 這是雜環胺 抑王胺這些東西 其實也有對肝腎有負擔 對 那加上高鈉 高鈉對腎臟也是一個負荷 所以比較容易產生腎結石 所以對腎臟也是會有一些傷害 那種的一些肉類還是不要吃太多 還好我們牛排都沒有太熟 它有一種叫做AGE的 我們叫做先進化中產物 本來就是為什麼糖尿病血管會壞掉 就只有AGE 對 後來發現這種肉類高溫烹調 就是你不用水的 就這種乾式的 對 不管油炸的 燒烤的 煎的 乾煎的 它就會產生這個東西 它的180度以上 對 就會產生這種AGE 本來糖尿病才有的 但是你食物中就會產生 所以你吃一頓大餐以後 所以你吃一頓大餐以後 我們身長都沒有 只有糖尿病有 我吃完都覺得很抗衛 你吃完大餐正常人都有 我吃完都覺得心滿意煮的 對啊 真的好像滿意的 現在有一種低溫的 低溫 80度的那種 或者蒸烤的 對 有的這種80度的 然後不要吃太鹹就可以了 牛排用蒸的就很怪吧 沒有 不是不是 剛剛主任講的是低溫的 低溫 低溫的 它慢慢讓它收成 不過滿貴的喔 兩千多塊 這幾塊 這幾塊可以低溫的 好 那我們現在有還牛排一個清白 對 就是牛肉可以吃 只是你吃的方式 跟調味的方式要注意 不過我們兩個都喜歡吃牛排 我們中毒很深 對 所以我們還是要請問這個 黃老師一下 幫我們解讀一下 有沒有一些排毒的料理 對 所以剛才我們提到 這肝氨酸的料理 對今天我們講的這個主題 這個順定希臘酸 對 其實這幾肝氨酸 我們可以有幾個來調 那今天當然我不做豬皮 因為我做雞腳 我們可以用那個海菜海帶類的 好棒喔 來做一個很簡單 夏天比較清爽的這個 中和的海菜沙拉 好 黃老師你今天要教我們是 排毒的料理 對 剛才我們提到這個肝氨酸 我們平常要多吃一點 對 一邊吃牛排一邊配海菜 對 所以這個一般我們剛才 多喝水也是可以 另外一個海菜有個好處 它是鹼性的 好的礦物質很多 另外一個纖維很多 對 這纖維也是 安孝林主任有說 這也是解毒的 沒有錯 可以解這個 幫助腎臟排毒這個好處 另外一個就是說 因為它纖維多 也可以把一些毒素 本身在腸子就解 對 幫助排便 而且它有那個 人體需要的八種氨基酸都有 對 很有概念 有概念 可是海菜要學哪一種嗎 像我自己比較常做 因為海菜其實很多 我們台灣是這個島國 對 日本一樣 其實海菜很豐富 所以一般你看到日本玩 日本三餐都在吃海菜 各種海菜 所以像我今天準備這是中和的 對 這有六種裡面都有 那你看乾的是這樣喔 是 我們先用那個冷水泡開 對 就這麼多 還有反天的 顏色你看 變成這麼漂亮 都不用加任何東西 這個對 就水就好了 冷水泡開以後 你就水煮滾了 稍微汆燙個五秒鐘撈起來 好 再一點點泡成這樣子 對啊 這泡一些很多 這乾燥 這很划算 真的很划算 一定要用熱水汆燙喔 對啊 這個醬子我們就吃不完了 對 汆燙完以後 我們就稍微把它剪碎 像我今天把它剪碎 對不對 明永老師每次來介紹的料理 都好吃又養飾 而且又剪碎 單好做 因為現在太難做了 大家也沒想到 我現在都學你 好 好 來 那我們就準備一點蔬菜 水分多的 小黃瓜 其實可以看自己想吃什麼蔬菜 對不對 自己加進去 當令實令的 好吃的就可以 加一點蘋果 又是蘿蔔 又營養又好看 對 小孩子也喜歡吃 加一點蔥刷 哇 是不是看喜好 不然就有點 如果你怕 有的人會怕這種 海藻一點那種腥味 對 你就用一點薑泥 薑泥 某一點薑泥 蒜泥也可以 對我今天是灑了一點那個香油 對 那最後拌一點這個和風醬 和風醬 你自己做的 對我自己做了和風醬 裡面我加了一點 混在一起 和風醬就醬油啦 好香喔 還有醬油 然後芝麻醬 然後你也可以加一點芥末 加一點醋 然後一點醋 然後一點醋一點糖這樣 放在那邊都會一直聞到 陣陣香味飄來 因為我這個有磨那個 現磨的芝麻醬在裡面 那我們就把它很香 這樣很香 那味道就出來了 這樣就可以 那這樣就把它拌一下 馬上就可以吃 那一般實際上 你如果拌一下以後 你可以先準備一個 大概半個鐘頭 要放在冰箱給它吸 入味一下 入味一下 那我們就可以吃 那我們今天沒時間等入味 那我們就可以大家吃 那這樣差不多 原材料是要多少錢 這樣喔 對 這個大概不用 一百塊 不用一百塊 我們今天醬的份量 醬子喔 這樣加起來應該一百五十塊 我那一包才兩百多塊 我們用不到半包 對 哇 這個醬當然做就不用 大概幾十塊 那醬可以就是擺著啦 就是你可以搖一搖 就是 而且這個冰剩以後更好吃 冰剩以後更好吃 好香 放到冰箱以後也很好 也可以吃稍微一點帶甜味 可以試一下 然後告訴我們一下 那個口感跟味道 是 這個可以當 當前菜 對 你們搞不好吃好好吃喔 我要轉圈圈了 這個裡面還有一個好處喔 好香好香 這個裡面你看喔 你注意看 這個裡面像這個是洋菜 這個纖維很多 那不是韓天嗎 對 是韓天 那你看這個是 好香 而且啊 那個口感好脆喔 對 為什麼它燙鍋之後 口感還可以這麼脆 所以你不能燙太久 你大概五秒鐘起來 就要放到冰水 給它冰 馬上冰鎮 這樣才可以有這個脆的 這比外面生菜沙好吃 對… 而且這沒有冰過 如果冰過口感更好 明游老師 你可以再講一下你的醬 有什麼東西嗎 醬裡面就是醋 醬油 醬油 芝麻醬 那你剛才講的 如果有人喜歡 有一點那個芥末籽 對… 這裡面是有一點芥末籽 可以加一點芥末 芥末籽會有另外的香味 對… 醬油要選一下牌子喔 不要… 對… 不要路邊攤的 黑心醬油 可是啊 我們這一碗這樣吃下去啊 林主任 我們是不是就已經解毒了 對不對 要多喝水 要多喝水 我這邊還有一個小秘方 可以推薦給大家 因為我們不是很喜歡吃勾芡的東西嗎 對 我那天學到了 我們其實不要用毒墊 我們拿熟的米飯 加水進去打 對… 其實它的勾芡效果 是跟澱粉一樣 那勾芡是一定一樣 對… 但是沒有辦法Q 那… 對… 但比如說炒菜你就不用再用它 對… 甚至你剛才講這個意思 像海帶海藻也是一樣 其實你把它打過 像我們那天打黑莫一樣 因為是狗狗 也是狗狗 對… 所以主持人可以用海藻 我想請問一下 嚴謹很餓齁 他真的很好吃 很好吃 對… 真的吃完耶 來… 要不要再來 自己調醬很香 再來… 我覺得那個芝麻好香 芝麻是自己磨的 對… 好…那我們謝謝王老師 謝謝… 謝謝明勇老師 哇…太好了 因為你知道其實在這個時刻啊 這個敏感的時刻 大家都覺得危機重重 然後非常的恐慌 那今天節目當中呢 林主任跟這個明勇老師 都提供了很多方法 讓大家可以選擇這個辨別 有毒沒毒 對… 然後另外也學會了解毒的方法 對… 最後我們一起來聽聽 憲哥有話跟你說 好… 那這個時候呢 人心惶惶 但是這個時候我們希望大家 先把人心安定下來 那不管是林主任 以及王老師 跟我們介紹的 這些解毒的一個方法 你就可以介紹你的親戚 以及你的好朋友 大家來共同 不要為了這件事情 來造成你的社會的混淌 那我們常常講說 如果真的不懂 真的是情有可言 明明知道有毒 還要賣給顧客 這跟謀殺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建議政府 應該加重刑責以外 對不乏所得 應該全部的充公 才能夠餓止這樣的歪風 找回傳統的好味道 沒錯 憲哥說得好 說得好 尖商尖商 完蛋了 對 好吧 那那個 到底要怎麼處罰 我們交給政府 現在大家一起解毒 解毒 親解毒啦 好吃 我跟你講自己做得最好 這對方好吃 沒錯